上集介紹魏俊傑、張利華那一集 收視不多,有一萬一千人看過 LIKE數也不太多,40個LIKE 今天補充多一點魏俊傑的圖片 東方新地有圖緝 集中介紹張利華的樣子如何變化 還未講到這件事之前 我為什麼會留意這個魏俊傑 最主要是雜誌有講 雜誌有講魏俊傑 最有趣的是他講了一個詞 用了一個詞去形容魏俊傑 就是大女紅狼 大女紅狼即是大子紅狼 什麼叫大子紅狼,我真的去查 原來有些解釋 原來《大子紅狼》其實是日本一本漫畫 就是講述一個武士 一家被人尋仇 整家人都被殺了 死症就是他的兒子 和他父親 他父親帶著兒子的故事 這個叫做《大子紅狼》 的故事 以前一個日本漫畫 後來改編成一個電影 電視劇 亦都有香港的電影 真的用了這個名字 《大子紅狼》 去做一個電影 類似的 說過男人帶著兒子 雜誌就用這個 heading 說他只是帶著女兒 但媽媽去了哪裡呢 其實這個詞彙是大有貶義的 他媽媽好像不見了 只有他和女兒 今天就講講張利華 張利華我講過了 上集是一個高級蛇蠍 總之魏俊傑 你有東西給他他就開心了 他先做一陣戲 都扮恩愛的 扮演完之後 可能一兩個月就打活原形 到處去玩 魏俊傑也中了真命天女症 無限供應給張利華 他有投訴 但他也不敢離婚 完全是被張利華吃住的 現在看回他的氣勢 以前他叫做 食女無數 我相信這個魏俊傑也叫食女無數 現在倒轉給女俠 這是這樣的格局 所以這個世界上 就是 你以為你自己是Alpha 一生還又一生高 還有一個Alpha 你猜不到的 對嗎 看這張照片 他的女兒 其實小時候已經很喜歡他爸爸 感覺上 他父女的情 很深 很深的 小時候已經反映到 魏俊傑也很疼愛 修心養性 不知道是不是 起碼這張照片 感覺上是修心養性 但張利華肯定是不見了人的 即是經常去玩 雜誌直接拍到他 老爸走前 女兒走後 戴著褲衣服 他爸爸 駕駛 接他放學 這裡有Heading這樣寫 愛蓉姐姐繼續做偉太替身 我看到這段真的很好笑 他的意思就是說 工人姐姐 感覺上好像更加像他的太太 我們看看整段說什麼 端午節當日 6月7日 魏俊傑帶著女兒和愛蓉姐姐回家 公眾假期的老婆都不見人 愛蓉姐姐繼續做偉太替身 始終一家三口去完街 看似油完水 頭髮濕 濕的 Jessica 繼續拖實愛蓉姐姐 每走一步都黏到實 而當日魏俊傑也買了菜 回家煮飯 整件事很搞笑 買菜應該是姐姐做 她也做了 姐姐做了 真的做了女兒的媽媽 不是全部都做了 變相是照顧她的女兒 而她的女兒和姐姐的感情也很好 這個現象在香港是經常發生的 你說姐姐好過媽媽 我想香港這幾十年來 形成了一個巨大的 很獨有的 文化 姐姐 變了媽媽的文化 我相信魏俊傑不會當她是老婆 不過 工作上 真的很相似 還有女兒 真的當了半個媽媽 很明顯 這是真的 很多時候的工人姐姐 有感情 已經是和小朋友 不奇怪的 你照顧她多 日對夜對 一定是有感情 簡單來說 這個工人姐姐照顧她的女兒很好 這個女兒也很喜歡她 黏著 工人姐姐去玩 但有一點可惜 破壞了輪尾 她真正的媽媽去了哪裡 所以才有一個 heading 大女紅郎 幸好魏俊傑有錢 請得起工人姐姐 如果請不起的話 難免 女兒就有一點點失落 起碼也有跟工人姐姐 有份工人姐姐的愛 不是一個 真正的母親 但也有人照顧一下她 Jessica主動張開雙手 撲向愛傭姐姐 濫實姐姐去撒嬌 順帶一提 工人姐姐的身材也不錯 這個雜誌又判斷她 端午節愛傭姐姐都沒有嫁放 陪著魏俊傑 婦女外出游龍舟水 每次出入都一家三口 而Jessica與愛傭姐姐的關係 非常密切 拍好車後 短短幾分鐘的車程 都要翹到實 黏著走 感覺上 現在 你遠一點 你都會覺得 這個工人姐姐 是否真的等於張利華 可能她的樣子有點不一樣 可能她的樣子 其實都是等於張利華 只是加三口 所以今天就補充多一點圖 這樣就叫做closed file 張藝俊傑這個case 當然肥肥了 中年發福 近年魏俊傑為了照顧女兒 長時間留港 她想回來香港拍戲 陪女兒 她可能 放風就在香港那裡想拍戲 不想在大陸 因為大陸你基本上真的照顧不到女兒 小小的樣子 小小的樣子 抱著她老爸的頭 這裏是一句細字句 張利華離隊 享受單身生活 樓下 丙印 丙印女 給魏俊傑照顧 父女感情深厚 魏俊傑又親吻到女兒 那是真的 記者的觀察力都很強 你看看身體接觸 是真的很強 連繫的感覺 很強 很少小朋友 會抱拾自己 爸爸媽媽的頭 現在的小朋友 都比較嬌生 慣養 很少 那麼癡 爸媽 那種感覺 當然 張利華的樣子 都變化多端 以前的樣子是這樣的 比較萌 以前的樣子是這樣的 雙眼都大 嘴巴不是那麼漂亮 整個感覺上 其實是一般的 講真是一般的 不過有時候愛情的事 中箭的那個 是俊傑 你不知道他的眼光是怎樣的 他覺得漂亮就漂亮 他後來變成這樣 這個是不是張利華呢 搞到 是吧 鼻子可能濃過來 那些位子的拳 下巴 好像不一樣 好像面形也不一樣 最重要是眼 好像是大汁過來 都不是什麼漂亮 然後 後來就變成這樣 當然這個可能是大眼仔 令到眼睛變大了 未必真的整個 但樣子真的變得很厲害 變得更厲害 鼻子真的沾了 這張是明顯一點 下巴的膝蓋 就粗到有馬甲線和肌肉 據說踏單車都認識了一條兒子 真的喜歡做運動 都很喜歡四處走、去旅行 四處去溫仔 當然現在弄完之後身材又不錯 就好像很舒服 單車情緣 鄧雲葉約會和前港隊單車手 當然我們很難憑這張照片說他有東西 因為是一張合照 帶一班人去踏單車 就是這樣 補充魏俊傑的一些生活照片 我自己這樣看 他都人到中年了 老婆都選錯了 也沒辦法 女兒是他自己選擇的 現在他自己授賞 他跟他女兒的生活 開心的 快樂的 我自己這樣看 家家有本男演迪的經 他現在 他的女兒 感覺上 媽媽都不見了 不過好在勝在 他現在的父愛 搭救 可以補償 將來成長 起上來 就不會太差 如果一個老婆都放棄他小朋友 小朋友就很差了 將來就會很容易走歪路 或者心態變得不正常 所以整件事不是那麼差 其實就是 不過對於魏俊傑來說 都是我們 值得借鏡 就是說 怎麼會一個好的老婆 或者好的女友 前期已經可以知道 川金大人的那些 自己小心 經常不見人的那些 自己小心 小心 喜歡溫仔的那些 那些女人 也是自己小心 是不是適宜做老婆 大家自己想 就是這樣 故事就可以 帶出這個意義 好了今天講到那麼多 如果愛情有很多問題 阻力的 E-mail 給我 想找Day Game 遊戲也可以的 還有法國Plan 多謝收聽